《红楼梦》中贾家富贵颇天,然而贾母的外孙女林黛玉,却在大官员过得却不富裕,频频接受贾府的援助,林黛玉的母亲是贾家最受宠的小女儿,父亲林如海又是巡言御史,也有一定的家族背景,正所谓三年轻之府,十万雪花银,为何林黛玉在贾家连燕窝都吃不起? 林家真的一贫如洗吗?答案是否定的,那么黛玉家到底有多少钱?原著中贾珍说了句实话,让人听后心都凉了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今天,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故事。 林如海在《红楼梦》中出场并不多,但作者依然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背景和官职。 《红楼梦》第二回提到林如海的身份,乃前科探花,今已升至蓝台寺大夫。 探花虽不像壮业风光,但也属于第一梯队,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,通过科举考试名列前三甲就可以立刻封侯败相完全不同,这些人必须从基层做起。 林如海中了探花廊之后,曾担任的蓝台寺大夫就相当于七品官,起点虽然很低,但林如海升职很快,古代将英界的考生被称为新科。 即是新一届科举,上一届的科举便被称为前科,清代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,也就是说当年新科探花廊还没出现的时候,林如海就从蓝台寺大夫升任巡言御史。 从官职上来看,巡言御史同样也是七品官,只不过所掌握的权力却完全不同,林如海从蓝台寺大夫成为巡言御史,可以说是平调重用,很明显短短三年时间就受到了皇帝的重用。 除了林如海受皇帝重用被任命为巡言御史之外,他的祖上曾习过列侯,夜经五世。 起初时,只封其三世,因当今隆恩圣德至如海之父,又习了一代。 总的来说,林如海既有背景又担任肥缺,即便围官再怎么清廉,历经五代的积累,其家产一定也很丰厚, 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很早就去世了,妇女两人相依为命,担任巡言御史之后,林如海的工作日益繁忙,贾母念叨着林黛玉无人一棒教育,便将林黛玉接近贾府。 《红楼梦》原著中写道,秦可卿死后的五七正五日林如海也去世了,林如海本就是一脉单传,又只有林黛玉一个女儿,在古人眼中这已经属于绝户了,上面既交代林如海的官职, 又详细的写了她的家世背景,足以证明林家会留下一大笔遗产,此外还有许多人忽略了一点,林黛玉的母亲贾敏是贾母最宠爱的小女儿,欲有一子,三岁是夭折,仅生一女林黛玉,贾敏嫁给林如海的时候,贾府如日中天。 因此贾敏的陪嫁一定也十分的丰厚,明清两代世家大族的男子动用女方的嫁妆,是要被其他人人看不起的,一般女方的嫁妆都会留给自己的儿女。 这么一看,林黛玉可以继承的财产似乎很多,然而现实却是他在贾府的日子过得却不富裕,难道林如海没有给女儿留下财产? 亦或者这些财产最后又都去哪儿了呢?《红楼梦》中贾政和贾敏曾有过一番对话,这几句话暴露出了让人心惊的现实,林黛玉进了贾府之后,表面上看得十分受到重视。 然而黛玉自己却这样说过,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霜刀剑言相逼,不少人认为是林黛玉敏感多疑,这种性格说好听点叫做小心眼,说的难听点就是担心总有刁民想害朕,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呢?几人篱下的滋味确实不好受,但从古至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,可惜的是钱对于林黛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。 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,林黛玉向薛宝钗抱怨的,你又有妈妈,又有哥哥,我一无所有,吃穿用肚一草一纸,结合他们家的姑娘一样。 这里的一无所有,可谓是一语双关,已经成为姑女的林黛玉,自然羡慕薛宝钗,即便是在贾府中住着,也有哥哥和妈妈护着,更重要的是,薛宝钗的哥哥薛盘还能在外面抛头露面打理生意, 让自己的妹妹和母亲在贾府中生活不用养人鼻息,如果有钱傍身,那么林黛玉又怎么会说出自己一无所有? 虽然林黛玉被迫害妄想症比较严重,但按照她的品性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,绝不会在手握遗产的情况下说出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谎话。 由此可以断定,林黛玉此时真的是一无所有,林黛玉已经成为了绝护女,这个词虽然不太好听, 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残酷的现实,匹夫无罪,怀必其罪,林黛玉一介孤女没有办法很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, 亦或者说父亲交给她也不怎么放心,那么她的财产究竟有多少,这些财产都去哪了呢? 想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了解贾府的情况,其实早在林黛玉进入贾府之前,贾府就处于入不敷出空障运行的状态, 也就是说只有繁华之名却没有财力之势, 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还为了迎接贾元春修建了大官员,建了大官员之后,贾府的财政状况更加严重, 针对这样一个情况,有一次贾脸说了一句话,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, 贾脸发出这样感叹的时候,距离他陪林黛玉南下奔丧回京城没有过去太久, 再发个三两百万的财这句话很让人疑惑,究竟这三两百万的财从哪发的? 懂得人自然就懂,贾府中的一位下人还说过,修建大官员不过就是拿着皇上的钱财往皇上身上贴, 皇上的钱财自然指的就是国库里的税银, 《红楼梦》四十五回中,林黛玉刚感叹完自己一无所有, 第五十三回贾珍去领朝廷给予各位公卿士族春季的赏赐银俩, 当时贾珍是这样说道的,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时, 多少是皇上的天恩,贾珍话里有话的指出出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, 那些士系穷官家,如果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贡过年, 贾珍的表态让人感觉有一点泄沫杀驴的味道, 与此同时,贾珍的这番话还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, 世袭的林家就是一个穷官,也掐断了林黛玉就遗产问题, 与贾府发生争执的可能性,吃绝互吃的理直气壮, 贾府众人自私自利的嘴脸再次令人叹为观止, 也难怪读者会评价贾府早已徒有其表, 衰败早已成为了既定的事实, 除了上面贾珍,贾脸的几句话让人心惊肉跳之外, 林黛玉奔丧之时也处处是伏笔, 按照明清两代的法律规定, 林黛玉作为女子没有权利继承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, 她所能继承的就是母亲贾民几万两银子的家装, 可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 像林如海这种既没有儿子, 女儿也尚未出嫁的情况, 只能由林氏家族同宗的侄子继承家业, 包括贾母在内的众人显然深知这一条法律, 然而在林黛玉南下处理父亲后事的时候, 贾母做出的一系列安排耐人寻味, 作者给出了非常详细的时间线, 贾连与林黛玉在头年年底出发, 此时林如海还只是病重并没有病危, 第二年九月初林如海才去世, 即便林黛玉等父亲过了百天, 再回到贾府也不过才刚进腊月, 但是贾连和林黛玉一直到过了年才回来, 这个时间点很是微妙, 林如海从去世到亭陵再到扶桑, 甚至一直到他的官果送回祖籍苏州, 三个月的也足够了, 为何一去就是三个多月呢? 贾母之所以执意派贾连南下,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处理林家的财产, 没有男丁帮林黛玉这个姑女出面, 林如海的家产很可能一分不胜的落入林家其他人的口袋, 也就是说, 贾母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去争夺家产, 但这一笔家产却没有落入林黛玉的手里, 而是落到了贾母或者贾府的手里, 不得不说这样的算计真好, 总的来说, 林如海去世之前, 林黛玉的生活还算可以, 父亲去世之后, 黛玉的生活就开始变得艰难, 本来是集万千宠爱为一身的千金大小节, 在自己的外祖母家, 却过起了风霜刀剑岩相逼的日子, 以林黛玉的通透恐怕也知道, 贾母让贾脸陪自己回去奔丧背后的用意, 然而已经没有了依靠的, 但只能将这些委屈默默地忍下, 毕竟封建社会时期女子的地位就是如此, 此刻贾府众人极致利己的真面目被暴露了出来, 但这还不是林黛玉最受伤的一次, 《红楼梦》打结局之时, 林黛玉的爱情婚姻也和财产一样被贾府上下算计了, 薛宝钗以黛玉之名嫁给了贾宝玉, 这位孤女在外祖母家受尽委屈, 香消欲允, 只在临死前留下了一句不明所以的话, 宝玉, 你好,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, 还是黛玉没有说完便去世了, 至今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, 但可以知道的是黛玉心中必然很痛苦, 正是因为贾府的种种反复行为, 让林黛玉伤透了心, 身体越来越差, 而之前送来的茶, 也为身体的缘故, 即便在喜欢, 也无法喝下, 其实他身体并不能尝饮茶, 但是他还是说喜欢鲜罗茶, 更能够证明他是真的喜欢的, 也能够侧面看住, 他也是真的喜欢贾宝玉的, 然而最终他满心欢喜等着成新娘, 最后的一切都成了妄想, 在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大婚当天, 贾府众人喜庆热闹, 独独留下林黛玉, 孤身一人离恨归天, 听闻噩耗的贾母, 得此消息, 便急不止肖香管, 想看看外孙女最后一面, 贾母见到孙女心中悲痛, 正心中感慨之际, 贾母看到了林黛玉留下的两瓶茶叶, 心中更是悲痛万分, 而他在肖香管中留下的两瓶茶叶, 也能够证明林黛玉如何的心碎, 贾母看到这两瓶茶叶, 自然也知道了, 林黛玉这段时间的身体竟然这般不好, 看到外孙女死在了自己的面前, 又想到了早亡的女儿, 心中歉疚, 亏对女儿的在天之灵, 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外孙女, 也对林黛玉的死时分的内疚, 若不是他们一手促成了宝玉和宝钗打婚, 硬生生拆散了她和宝玉, 林黛玉不会早亡, 心中自然卑不自胜, 黛玉的死, 贾家的败落, 都让贾母心中开始恐慌, 同时, 黛玉的死也刺激了老人心中的苦闷, 对生命无常的悲哀, 白发人送黑发人, 这是对老人最大的惩戒, 贾母其实早早就担忧自己的身体不行, 在刘姥姥进贾府的时候, 十分羡慕刘姥姥硬朗的身体, 贾母道, 比我大好几岁呢, 我要到这么大年纪, 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, 我老了, 都不中用了, 眼也花, 耳也聋, 记性也没了, 贾母说这话, 打心里其实是羡慕的, 羡慕刘姥老老, 即便已经七十岁的人了, 但却体格硬朗, 这是她再大的富贵也求不来的, 从贾母的话中, 可以看出贾母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有数, 知道自己没几年可活, 原本就存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念头, 有七眼看到了外孙女离去, 自然内心彷徨, 所以, 在《红楼梦》中,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极尽悲情色彩, 贾母对林黛玉是疼爱的, 但是愧疚要更多一些, 而愧疚更是因为她的自私, 看到外孙女离世, 也都可以想到自己的时日无多, 可能到死之时, 心中存了悔意和担忧, 才会始终只想这些好女儿。